维艺SaaS,海外税务服务平台 多国VAT在线注册申报 人工家系统双重保障 VAT办理就在维艺SaaS 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第三种声音跟第四种声音又很有趣了 就来自于宁波的这一次的独统市场会 一个是来自说这种已经算是进入状态的产品型的卖家 它原来可能是工厂 原来可能是品牌公司 原来可能是外贸公司 甚至有可能是做了很早就开始做独立战的这些朋友们 它就很清晰地跨清出货电商 B2C电商 对它来说是一个解决掐脖子 一个我们叫一劳永逸的思路 当然这个一劳永逸意意味着一直要忙 无论是在平台还是独立战 还是做产品和研发 它已经很清晰地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很清晰地找到自己成长的根基跟方式的方法 它也很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成长 这种卖家其实绝大部分已经早就过了归翼了 营业额的销售 而且他们很精准 无论他们选择继续在B2C升广 还是说我作为内貌去赋能给到中国的这些卖家 他们也都可以去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这种其实是我们现在非常特别看重的点 因为他们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式了 第四种生意就是原来的这个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些原生一跨天天商的这种小 叫我们叫新生代的力量 在以前他们也知道自己挣钱关起没了就好了 也没必要跟这些本地老大哥去做更多的交流干嘛 但是现在行业就像我们在前面讲到了 整一个行业现在的竞争已经不仅仅说你是用对人海 对账号的这个方式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更多其实是你去在做这个往前发展的时候 你的整一个公司治理 中高层的这个成长 整一个企业的核心资源的 就我们叫迭代升级 这些小自备的核心生备的 他被迫就必须走到目前来 必须要走到前面来跟这些老大哥去应封印了 不能再应封印 只是说你走到目前来去完成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 而这演变过程从某种程度上 其实也是大家必然要去面对的一个过程 你原来闷声发财是可以 现在是你的人已经被人家堵在厕所里面去派小船单 派小子单去挖人了 那你更加不用说是你要往前走 你往前走的话 你的中高级人才 你原来的高管怎么样去让他变成公司的一个内力 这些老陈子老将怎么跟着你往上走 这个其实是跨境电商这个原来叫老的卖家 现在是这个新生带的力量的这个阻力 他们去思考了问题 那他们思考了问题 他们就很可能很有事 他们都相对比较低调 不会过多发表自己的意见 也不会过多的去对这次老大哥的 就过多点评 因为他们也很清楚 在目前来说 他们已经进入了真刀真枪的硬仗 要打过这一枪的话 不仅仅要跟越来越多的这种老大哥的进行竞争 而且内部的这种力量也要去进行这个二次创业 这个所谓的二次创业 其实更多是从创始人的这个视野 创始人的这个战略目标 定位 公司治理 人才 储备 内部的知识户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这个竞争取说 所以其实快大总体我们看到 在宁波这次的市总会 我们听到了这市总声音以后 就特别特别的感慨万分 因为两年前 林波还是对跨境商还是说 你弄吧 我不管的一个状态 现在真的意义上的是 每个人找到自己的这个 我们就竞争了一个基本的牌 你无论是做传统工厂 我做B2B的代工 做内贸的B2B代工 我自己做B2C 甚至说我自己 可以出样一部分的力量 可以把一部分力量拿出来 跟卖家进行良盈合作 最有趣的是 当天这四种声音 其实某种种上他们是个相互合作 他就既竞争又合作 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除了深圳广州模式以外的 这种地方模式 因为这种地方模式 它其实带来的是 我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但是这种竞争又合作 都归根到底 有一个共同的一点 他们都要解决的是 一 整个公司的战略跟定位 二 整个公司自理的 一个模式的一个变化 三 从人才结构的程度上 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匹配 跟这个调整 四 在资金技术层面 怎么样去为这种二次创业去做 去进行一个相应的匹配 而这个其实恰好就是我们摆成计划 希望去完成的这么一个过程 最后花一点点时间跟他讲讲 我们的摆成计划 我们接下来也会在中国的 一百个城市里面 持续的 这个不是说今天就完成 不是今天就完成 我们持续做的 就像我们这个百人专访一样 做了一百个 早就过了一百个了 像我们白国计划 就是国家赚金 我们早就过了 做了五六十个了 我们的五百亿计划就是白企 我们已经现在有几百个 项目这种 我们做辅导 而摆成计划 我们是从宁波开始 推下全国 我们的目标是 把我们现在在整一个的战略 定位 公司治理 人才 组织架构 技术 资金 等等的这些能力 我们带到地方去 结合到本地 我们去做一个输出 目标是 目标是 我们来自这个行业 我们原生于国际出口 我们原生于国际零售 成长于跨境出国电商 很庆幸我们在这行业 找到了自己的立足地位 那行业现在进入了一个 二次 我们叫 二次发育的 这种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些方法论 工具 武器 送到地方去 在地方能够形成自己的力量 深圳模式也好 广州模式好 那是基于它自己独特的 经济 宏观环境 还有这个 人文特色的形成 地方模式一定是 百先 一个叫百先过海的 不是八先过海的 百先过海 各性神通的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们希望去说 往下走 我记得这个 我们林波的这个朋友 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是 有目标 也挺好的 就是 中国电商看 杭州 未来跨境 看天波 我觉得这个 有个目标是挺好的 那同时呢 在跟广州深圳的 这个整一个竞争过程中 地方怎么样找到自己的 这个我们叫 增长内核的能力 这个比什么重要 外在力量只是个短期的 内在的增长力 才是一个最核心 无论来自创始人 无论来自于中高层 无论来自公司治理 技术 产品 组织结构 还是说资金等等 其实 原生的力量 才会成为这个本地模式 继续成长的一个点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给您分享的 带来的 宁波的这一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在别的地方 继续说 如果您是在 不同的地方 也有这样的困惑 请联系我们 我们很愿意 去做相应的规划 去把我们这个力量 再带到地方去 Again 我们不是做培训 我们也不是做办会 我们只会去选择 双向选择 去做辅导 我们的精力有限 我们没办法去辅导所有人 那如果大家还想看 其他内容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网站 叫阿米修.com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但是如果需要是说 跟我们面对面交流的 可能我们只能是小范围的 辞来二次 跟这样的方式去做 如果你是地方的 无论是这个父母官 还是说关注关键店商的朋友 还是说这个行业协会 还是说当地的社群 非常欢迎 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交流 帮我们这个摆成计划 带到地方去 同时我也很欢迎 在不是这个行业的 这些朋友们 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计划来 去推动我们这个四个一百计划 百人 百国 百起 百成 还有个百X计划 不告诉你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先到此节目 记得关注跨境阿米修 关注跨境电商 深度商机 拜拜 六百年前 宁波 一海定 则波宁这句气势磅礴的名言而得名 六百年后 宁波经济依然逐水而生 一海而行 但如今 即便是有着七千年历史文化沉淀 优越的海陆空地理位置优势的宁波跨境电商 也被迫面对无法直根本土的转型通电 受中国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管理办公室 和宁波跨境电子商务促进中心邀请 3月16日 我们来到了2021宁波首场 一代一品跨境电商沙龙活动 与16家来自不同行业 不同阶段的跨境卖家齐聚一堂 共同交流心得 分享经验 我们以跨境出口电商企业现状特点切入 为宁波的跨境企业家们详细分析了 当前驱动跨境电商增长的各项因素 并从渠道 产品 运营等维度剖析 新国货出海商业链路如何重构 国内品牌如何依托新渠道 抓住品牌全球化机遇 跨境新商业 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等问题 活动现场气氛高涨 来自传统工厂拓展跨境电商的卖家笑着说 自己虽有年销售 近一千万美金的漂亮成绩 但工作确实繁琐 还远不如去管理工厂来得舒适 而以传统外貌试水跨境电商的代表 则感慨堆资金 堆货 堆人 难以实现盈亏平衡 拥有研发或者专利壁垒的产品工厂 则反驳道 跨境电商就是宁波出口的未来 而传统意义上的跨境电商外家 则感慨专心闷声发财的日子已去布板 如今也要与传统出口大佬同台经济 在立场不同的四种声音中 我们惊喜地发现 华东跨境电商在过去两年里 从类之外 从企业到行业都发生半天不地的变化 不少华东卖家已经开始另辟蹊径 放弃低客单价产的贩库博士 转而投向了更有政策吸引力 有前景的无亚马逊 eBay之类的电商平台 也更致力于走产品研发道路 让企业不把走得更稳 更远 当然 很多宁波卖家都有到深圳 广州取经的经历 但回过头来才发现 深圳博士 广州博士 无论是宁波还是其他地区 似乎都不能完全扎给云的 在我们看来 简单的拿来土一根本走不通 最后还得两条随走路 一条去学习 一条去本地衍生 中国电商看杭州 未来跨境看宁波 识别三日 南瓜目相看 在这场分享会上 我们既看到卫士华东卖家的褪败之战 也看到了他们披荆斩棘的转型故事 同时也看到深圳 广州博士背后的各种利益 在我们看来 地方跨境电商企业找到目标是好事 而发现自己的内核能力 则比什么都重要 外在力量只是短期增长力 最核心的还是来自公司治理 技术 产品 组织 资金人才结构方面的内核增长 原生的力量才会成为跨境电商 本地化二次成长的发力点 我们原生于国际零售 成长于跨境电商 我们很庆幸在这行业里 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 如今跨境电商行业 已进入二次发育阶段 我们也将开展第四个100计划 百成计划城市专辑 将更好的方法论 工具 武器运输到中国当地 帮助中国各大区域形成独有的 可持续的跨境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